iPhone S12到底值不值得买 又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因为有粉丝下载了那台iPhone S12 现在在小金家只需要799 给他挑的是一台纯原装 橙色98线的亮机 下载前他也问过这个问题 今天就来讲讲他的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 全值得表演就是手感 148克的机身重量 单手操作无压力 拿在手里也非常舒适 装玻璃背板搭配金属边框 这颜值和质感也是直接拉满 搭载A13仿身处理器 性能依旧十分强悍 单纯主板散热优秀 拿来玩个游戏也很合适 但要说屏幕尺寸 它确实差点意思 4.7英寸可是范围真的太小 不过好在观感还不错 所以它是一款价格不安 各方面还不错 就是屏幕尺寸比较一般的一台手机 那么对于你来说 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呢